中午吃饭的时候,刚晓完产假回来的新手妈妈小吴,就和大家吐起了槽,原来,她的婆婆非常你爱孩子,在月子里孩子只要一哭,婆婆就会抱起来各种摇晃哄睡,搞得现在宝宝一定的抱着睡才行。 而她因为是婆妇产,加上平时抱孩子太久,就有了摇疼的毛病。 那么,当宝宝形成了抱睡习惯,宝妈们该如何纠正孩子呢? 一循回见见法,很多宝妈发现,宝宝明明已经睡着了,但是只要一放到床上,她就又会醒来哇哇大哭,这是因为宝宝还没有进入深入睡眠,很容易醒来。 所以宝妈们在哄睡宝宝之后,先摇一摇宝宝的小手,看到小手是比较软的状态,就说明宝宝已经熟睡,见识再放宝宝在床上睡。 如果放到床上,宝宝睡不久又会醒来,就先选择拍睡,拍睡失败,再选择抱睡,抱睡后再放到床上,一次循环,然后每次抱起来的间隔时间久一点, 让宝宝慢慢习惯在床的环境里睡觉。 二伪装是抱睡,很多宝宝之所以喜欢抱睡,是因为在抱睡时,宝宝离大人的心脏比较近,加上怀抱的包裹会让他们比较有安全感。 所以,各位宝妈在哄睡宝宝之后,可以先试着一起躺在床上,用胳膊团住宝宝,形成一个假性抱睡的状态来安抚宝宝。 这一招牵测有用,等到宝宝进入了深度睡眠后,就可以把手臂抽出来。 如果在这个阶段宝宝忽然察觉,就可以轻轻地拍打宝宝,就让宝宝整着手臂睡觉,否则容易结了抱睡,又养成了枕睡。 再为宝宝营造一个安全的睡眠环境,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因为有子宫的包裹,会觉得比较安全,但是在出生后,因为周围缺乏了包裹感,就容易对环境产生恐惧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宝妈可以试着在宝宝的两侧放上两个枕头,让宝宝有被保护的感觉,或者是买一些安抚毛巾,安抚公仔等,将宝宝可以抓着入睡。 最后,如果宝宝原了并没有报睡的习惯,是突然很依赖怀宝,就有可能是宝宝负账。 长脚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